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 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 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 请手收听 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 山难议题 靠北山友 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 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 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自你那个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就突然这样子就觉得 哇 我爱登山 就大一夜开始爬的时候 是认识坏学长吗 应该是 坏学姐 那时候很疯狂 就每个礼拜都骑摩托车去爬山 都没有在考试 也没有在念书 可是你刚接触山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说 哇登山好累喔 很苦 没有啊 就爱啊 山上会觉得苦 但是下山就看到那照片 欸怎么那么漂亮 然后现在只有再去了 突然爱上了就对了 我觉得山上了山之后 一个前进的嬉闹的过程 对即便是我在山下很忙啊 因为老实讲你要打包要做地图 我们都做到比人还要高地图 还要防水 比人还要高的地图 比人还要高的地图 因为那种太判的就是你要接很多条 对啊 你以前有这样吗 呃没有到那么大 大概半个人 我是童军社 诶我不能讲我是童军人吗 很多人 哦好 这是真的假的啦 所以我没有觉得就是异中 哦好好哦 我觉得学生时代好多广 我以前学生时代都在图书馆 我都浪费了 我的青春 也没这么严重啦 有我听你们都觉得很 怎么那么棒 这也没有值得好说 就没有毕业 还蛮值得啦 我觉得很棒 好吧 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因为最近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应该有发现到登山的人真的越来越多 总之现在登山大爆发就是了 大家都一直去登山 然后但是很遗憾的是说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缺乏登山的相关知识 所以说最近呢 也有很多人戏称说今年是三难的原点 那是我讲的 不是有人 就是我啦 就是你本人 对 因为我就觉得就山岸发生累积的数量比往年要多很多 然后好像光上半年出到那个直升机就已经耗费了5000万的经费了 没错 真的 因为已经到了5000万其实是比往年的多非常的多 那但是呃 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啦 因为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可能这个新闻已经过了一两个月了 就是有关比方说我们举个最近发生的三难例子 就是有11月17号有一个来自台中的七人登山团 他们安排了一个一日碧阳纵走的行程 但是呢 因为这个整个七个人的角层上面有一些落差 所以这七个人其实分了两队走 那走得快的四个人呢 其实在下午的四点当中呢 就四点钟就已经到了阳头山登山口 那但是因为这四个人到了 但是一直等不到另外三个人 所以一直到了晚上八点 他就向这个花莲县的消防局来报案 嗯 然后救难人员在11月18号的下午 找到其中的两位 得知这个三名落后的女生呢 他们落队而决定折返820领导 但在巨山联峰的下切甘溪沟路段 走过头就走错路了 那三个人在11月17号的下午两点 决定从巨山出发前往碧路山的方向走回头路 下切碎石甘溪沟后 也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 大概到下午四点前后 跟同伴走散 落后的这三个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走比较快 那变成说三个人又再拆成2加1的队伍 被巡获的两位女生说 另外一个队友持续一直往下走 叫他他也没有听到 那也没有看到人影 Anyway反正就是最后这两位女生获救 但第三位山友就不幸罹难 对啊 因为其实像这个碧路山跟阳头山啊 他是这个中恒四辣的小辣跟总辣 这个可能很多山友都知道 那所以说在这个碧路纵走 碧阳纵走的这个路程之下呀 他其实上上下下全程大约20公里 所以说呢 这两座百月啊 在人县里面走起来非常的不轻松 当然对于一些资深的山友看起来可能还好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新手或者是这些纵走经验不多的山友来说 这个是需要一个重装然后要杯水的一个行程 所以说他们希望走这个一日轻装单工呢 这个走法其实是非常困难 所以说很耗体力 那原则上如果要一天走完呢 至少也需要15到16个小时 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就想要延续这个新闻 想要跟户外活动安全推广协会来讨论一下 有关这个新闻背后会产生的一些原因啦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刚刚是不是没介绍啊 诶好真的没有耶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现在介绍 对那今天呢 我们有两位特别来宾 就是肥鸟以及卡布 耶 好 那就请卡布或肥鸟来讲一下说 这一次的三难发生原因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网路纠团的 嗯 那其实呢 这个网路纠团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网路纠团 连我都是因为网路纠团才认识你们的啊 我们是上向导客 对我们是 网路纠团上向导客 对网路纠团上向导客才认识的 因为现在这种边缘人太多了嘛 所以说大家可能都觉得想要登山 又觉得登山又找不到好咖 那就只好上网纠啊 上网纠这么方便 这么多平台 真的 其实网路纠团就是 大概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嗯 那当时也是有很多的状况发生 那只是频率没有像今年这么高 嗯 那网路纠团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一件 他们其实比较严格的说是共乘 嗯 那纠团的话呢 有可能是要组队 就是他可能也是会有领队 然后带着队员 那他们这一件就是讲好就是 他们只是分担车钱 那就是各自行动这样 那像这样子只是分担车钱 然后各自行动 这样子的话那前面这四个人有责任吗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教律师 哦 OK 就是看他们没有一些对价的契约关系 OK 所以说其实基本上现在这个网路纠团 是一个很普遍的行程 很普遍的状况啊 嗯 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 像网路纠团之前 这些要去参团的人需不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 自己会自己也选择负责吧 那你今天有可能是可能刚开始爬山 然后不知道怎么准备 然后不知道怎么走 那他可能就很简单想说 好那我就跟着谁谁谁走就好了 嗯 但其实它是一个不负责的做法 因为就是等于说 你把自己的生命安全 就是托不给别人 对那为什么别人需要为你的生命安全来负责呢 就是一个就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部分这样 与其说网路纠团有风险 不如说是大家没有意识到 自己该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情 嗯 对因为我觉得 但是现在哦 在这样的状况 我是觉得自己 因为看网路上 大家都去走这个行程 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很难 所以说也许 所谓我们嘴巴里说的新手 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新手啊 嗯 对的确是这样 对所以说可能 在这样子没有风险意识的状况之下 就会觉得 诶 我在网路上跟大家共乘啊 分担一下车资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我自己爬北二段 我是就是所谓的网路纠团 嗯哼 对 但那一次的结果其实蛮好笑的 就是因为我是同军社 大家都想爬山 但没有人想当领队 所以我们在PTT的hiking版 然后就看到一篇就是说 诶 有人要爬北二段 他愿意当领队 他还愿意当司机 所以我就私底下偷偷报名了这团 对那我对于我当时能不能走完北二段 我自己是没有把握的 那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有点冒险 还好那个时候天气很好 没有说下大雨或怎么样 当时只是审缺一些行政工作 然后解决交通问题 所以就就报了 对就爬完 那好笑点在于 就是这个队伍呢 除了主就另外一队友 大家都互相认识 这个队伍 大家都认识 对然后就说 干你怎么在这边 然后说诶 然后我有报名那个北二段的 说干杀小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想当领队 然后就报了一个外面的 所以我这一次的纠团经营 我这唯一一次跟外人纠团 那所以来说运气很好 就是虽然我自己没有把握 但看到队友实力很坚强 就是认识了老朋友了 那就OK了 然后就天气也很好 然后就顺利爬完了 可是像你刚刚讲到这个是说 为什么会不想当领队 因为我觉得登山的安全 是每一个队员的责任 你所谓说不想当领队 是大家为什么不想当领队 因为很多 就像刚刚上一集 飞鸟说的 就是要写登山企划书 然后撤退点 要怎么判定 然后什么时候该撤退这件事 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你要去说服这个留守人 那你在上山前呢 还有所谓的体能训练 那体能的减定 就是比如说上山前 一个礼拜到两礼拜 限定可能五公里 你要25分钟跑完 跑不完你就不能去爬山 所以其实在上山前 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就是领队要帮忙大家 对 领队要盯进度 监督大家 对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手机还没有line 所以呢 一切都要靠手机或简讯 那穷学生嘛 联络是最花成本的东西 可能一个 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 一个月电信费 三五百块很正常 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是 可能光讲电话 可以讲到一两千块 对 真的喔 有那个年代我都忘了 别假的 这被你追年纪 对 所以其实 与其说 你先问我这个问题 问我大家不想当你 第一个是烦 那对我来说 就是学生没有钱 那沟通是很花成本的 那这样子 如果一个团真的没有领队 也可以出去吗 也是可以吧 对不对 其实就现在的现况来讲 要有人办入山入园证了 那一个半阵的人归半阵的人 其实也是有那种 就是各自办好 然后半阵才有后几盒之类的 对 但我只有这么一次啦 那一次就很搞笑 其实其他三个都是学长 对 你们有网络揪团的经验吗 有 其实我还蛮长的 那你说说看你的经验啊 你怎么去筛选你的队友 或者是你怎么去选择一个领队 就是 一开始我可能会先问 你就是对方的经验嘛 等一下 你是主旧哦 不一定 OK 有的时候会像是那个阿比去 海庭版 那边的团 那你旧团的时候 你会列出什么样的内容 条件之类的 可能会写行程 然后是跟这团的规范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团进团出 然后比如说天气不好 是怎么样的不好 条件下会取消 这样子 有的时候如果看路线 难度或是体力耗费的程度 我可能会限定参加人的矫程 怎么限定啊 限定参加人的矫程 矫程就是比如说我会用上河来对照 就是你可能是上河地图建议的时间的击备时间 那飞鸟咧?飞鸟你有揪过团吗? 有参过团或揪过团吗? 我大部分会组自己的团 或者是我会去参加我认识的人的团 像网路上揪团找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 我是没有做过 我自己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真的得要做这件事情 像有些时候我们会带一些新手 对啊对啊 那我们会做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提前两个月 大家就要先在一个群柱里面像共同认识 那还是会有一个领队 所以通常可能是我是领队啦 或者是别人 那领队就会安排行政会议嘛 那行政会议就会讲一下行程 然后大家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们宣布要参加这个行程 或有些训练计划 这个训练计划要完成 那也要同意就是我们是以团进团出的概念 那如果没有这些共识没有达成的话 那我就没有办法让你上餐 所以我们会经过两个月的磨合 那甚至会约一场 一定要有一场就是大家一起出来 可以爬步三人 那如果没有办法同时出来的话 那至少 先rehearsal 对至少分段嘛 就是我可以这一批有10个人 我可以认识一下 那另外一批10个人我认识一下 那我们一定要在户外 去走过这样一次的训练队伍 那我才会知道队员的状况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有些时候他如果跟你说走 我去走5天的 那他走第二天他跟你说他走不动 就耍赖了就不想走 那怎么办 然后被拉下来嘛 对啊 很多这些磨合都会在身上的时候会知道 对啊 那训练当然我就会飞了比如说15公斤 18公斤 然后去走1天的 那我就会知道你这个人的状况 对啊 所以身上是最赤裸裸的 那我希望这个身上赤裸裸的状态 是我在山下的时候就先知道 而不是在山上 喔好有道理喔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的时候才知道 那个我很惨 对啊 所以如果我要跟不认识那旁山 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就是先认识 然后一起训练 一起去一直队伍 不会知道他的状况 然后才会去一直队伍 对啊 所以像这一次的这一场山难发生的原因 其中有一些人就会认为说 是因为网路纠统团大家都不熟 那彼此没有办法互相照应 那除了这个之外 卡布根肥奶你们有觉得 有任何其他的原因造成这一次的事件吗 我觉得主要还是风险意识不足 嗯 对是可能大家觉得爬山嘛 就是只要有脚然后可以上山 我就可以完成这项运动 那就是假如你不知道 这个环境的风险在哪里 然后你没有风险意识 你没有办法在事前做预防 那你在现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你其实有一些应变其实是来不及的 嗯哼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做预防呢 或者是应该怎么做预防 最主要就是首先要有知识跟技能嘛 你可以网路自学 但假如你没法通合这些知识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上课 然后再来就是事情 一定要对你要去的地方 一定要做好一些 可能就是做功课 知道这个路线是怎么样 然后跟你以前爬过的地形有什么差异 然后还有需要知道什么做轨迹记录 可能会需要知道一些通讯地点 那再来就是可能装备的准备 大概是这些 还有你们那个第三方 对可以使用第三方协同留守平台 寻找专业的留守人帮你做留守的工作 嗯哼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实讲啊 因为像这些基本的观念啊 对我们有在登山的人来讲 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本来就应该会 应该要做这些事情 可是其实很显而易见的 像这场山难 或者是最近的发生的几场山难来看起来 其实这一些人可能 我也不敢讲说他们没有事前做作业啦 但是好像都有一种越级打怪的感觉 嗯哼 所以说其实他们 可能最基本要入门的那个坎都还没有跨过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很难去苛求他说 要去要知道什么什么下载轨迹图啊 怎么看地图 然后准备什么样的装备 甚至要穿什么或等等的 他们可能没有要 连那个要做事前准备的这种观念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缺乏一个领路人的角色啦 像我跟肥鸟我们都是在社团有学长 学长姐社团一个很系统化的在教 那学生什么不多 就时间最多 所以都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这些技能跟装备 嗯 现在因为资讯的取得很发达 那大家都是从网路上去看 那真的假的 光是雨鞋登山鞋就可以吵半天了 如果说学生时期没有参加登山社 没关系 那我非常建议可以花点钱 用有系统的方式去上课 那这边呢 我个人 我个人会推荐 拼图 羌虎 米亚商 那都可以用关键字去找 相信都会在第一页呈现出来 那我也先澄清 我没有收他们任何的这个业配 对 只是单纯我身边的朋友 有上过他们的课程 觉得非常扎实 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做个参考 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户外安全推广协会 去上给新手的第一堂课 至少可以教你如何在山上保命 然后遇到迷途该怎么办 他们都会做很详细的教学 那后续如果自己是边缘人 找不到好的这个留守人 也可以利用他们的第三方留守人平台 去找自己要的留守人 OK 那这样子的话 像如果我们实际上举个例 像这个碧阳众走一日的这个行程的话 如果说要走这样的行程 你们自己会觉得风险是在哪里 然后你们会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事前的评估 像这种比较长距离啊 或者是可能时间会拉比较长的行程 对 那首先新手就会面对体力的部分 体力的问题 对他要怎么评估他自己的体能 适不适合走完这么长的距离的行程 然后再来是一些行进技巧 或者是过地席的能力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装备的选择 跟你在天气啊 或者是气温的一些应变啊 这些能力这样子 可是像刚刚你说的自己的体能啊 像你们是会怎么样去评估这个人 有没有登这一座山的体能啊 我自己如果要找团圆的话 我会以上和地图的时间为主 对 那其实就是在越野跑部分 比如说像刚刚的碧阳众走一日单工这样子 那这个可以用就是越野跑的计算方式来计算 那他们可能会用行程距离 然后再算爬升 然后来算出一个数值 越野跑的计算方式 我觉得这有点难耶 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 就是越野跑的人他会以整条行程的k数 就比如说一字欧胜 那这条可能是 我其实不知道数值啊 就是有可能是可能80分 然后一日可能玉山来会 可能是60分之类的 那假如你今天可以完成一日欧胜 这个80分的行程 那你就可以去完成一日玉山 这个60分的行程 OK 对可能是这样 所以还是需要一点经验的累积啦 所以说如果说根本没有这种 一日完成什么单工经验的人 基本上你就不应该去走一日弊啊 可以这样讲吗 这其实也可以像 像刚刚说不要越级打怪嘛 对 那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 一定从第一关开始 第一关可能是 一日荷环北 嗯 那两个小时 假如你可以走成一个小时来回 那你是不是下一次就可以去走一日荷环西 那一日荷环西 假如是可能七八个小时完成 然后你是不是在下一次就可以再走挑战下一阶的行程 这样子 嗯 所以说其实还是需要一点点经验的累积 然后要大家慢慢来循序渐进 不要一次就直接攻顶了 嗯 我是觉得找到一个好的队友 然后两个人一起爬一起成长 就是其实我有点担心说我们的听众听到会觉得 哇爬山好恐怖哦 要学一大堆东西 还要买一大堆装备 然后还要担心自己的队友会不会弃自己于不顾 嗯 我会建议说就是可以参加一些这样社团 然后从中可能有一百个两百个 你就找到跟自己频率相符合的 就跟着他 他就尽量出门 然后两三个人互相扶持一起成长 譬如说我跟肥鸟爬山 我说这次你先当向导 那地图就交给你了 那这次我当医护 就每个人当不同的分工 然后每一次爬山有不同的学习慢慢成长 我觉得 嗯 我自己从新手变成所谓的可以照顾别人的 我自己的定义啦 这样可以照顾别人算老手 大概也至少花了五六年左右 才慢慢的从一个小屁孩变成一个 比较没那么屁的屁孩 对 欸对啊 那这样子的话 像他们这一次山难发生啊 其中还有一个 当然不是原因 但是说他们有一个行为 是他们有做猜对这个动作 他们分为前四后三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在登山的期间啊 你们会建议要不要分对呢 如果说评估风险啊 或者是一些大家的体能状况来讲 应不应该分对 那如果说可以分对 或者是不应该分对的话 彼此的距离或者是联络要怎么去做 比较好的调控 这个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知识的理论 嗯 对就是有人觉得就是 怎么样都不可以猜对 嗯 那可是有时候你不猜对 那所有人就是跟着这个最慢的人走 那有可能整队都会有风险 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要看现场情况来决定 嗯哼 对很难说当时要或是当时不要 那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们会做判断说好猜 我想针对这一次Beyond的旗客人 先做一些就是分享 就是第一个 他们是网路Jota嘛 然后这七个人 我也不清楚他们是 是不是都认识 知道彼此的状况 还是说他们约好是有一个领队在带队 还是说就是只是分担撤职 这个状况其实不是很明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要把他们每个人 都要当一个独立的个体 也就是说其实我是以独攀的角度 然后跟他们纠团区的 因为如果你有抱着这种心态跟观念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 你上山你不是跟着人家走 所以你要会看地图吗 你才知道怎么上去怎么回来吗 那对我来讲 我就是得要把我自己当作是独攀 碧阳这个路线其实我也没有去过 但是我学长其实跟朋友之间也都有去过 那我的印象其实是两天的队伍 对吧 那他们要走成夜日弹工 对我来讲如果我要开这个队伍 我一定是针对那个体力的部分 其实是需要特别要求的 对吧 那我如果是要自己去找团员的话 那我肯定会把训练计划排好 比如说去一次阳明山东西大众走 大概20公里 那大家可能背个10公斤 对一定会至少完成这一次的训练 那这中间可能在家里也许就是跑步啊 或者是走楼梯这种 那都要完成之后 然后我的团员是要把它上载 因为对我来讲 如果体力不好 在山上其实是很难去应付的 对吧 很多状况就会发生 更不用讲说万一天气不好的时候 可能全部都挂掉 所以体力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知识这方面 其实就后面还在补枪嘛 那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如果这个七个人是一团 是整团的概念的话 那时间已经大概3点4点 其实大概就准备要停黑了 对 那我其实基本上就不会 我一定会把队伍压在一起 不会分成两队 因为如果这次队伍 我至少有两个干部嘛 如果连两个干部都没有 只有一个干部 那我肯定一定走在一起 因为遇到天黑 其实那个状况我越碰铃铛 对 尤其是像这次发生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西沟嘛 原本的路是由西沟然后往下走嘛 那就错过了那个右转的 回去的路嘛 就一直往下走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即便是登山经验很丰富的人 如果在天色暗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会一直往下走 因为那个都是碎石坡嘛 你如果没有看清楚 你可能就会一路往下走 那当你走到就是乖乖的地方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迷途啊 那迷途的时候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话 那就一定会出事 所以山上这么多风险 即便是老手也都会遇到 那重点是要这么去 自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说是不是还是建议 最好如果能够的话 还是不要猜对 可以这么说 要看状况 但对于这个情况 已经接近天黑了 那四个人其实是体力比较好的 我会觉得我如果自己也判断 我一定是会走在一起 对吧 因为四点再过后 大概一个小时就天黑了 又加上如果我知道后面的人 是没有登山经验的话 我觉得不会放 那没有登山经验的人 就是走在后面 对啦 可是他们就是问题就出在于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彼此是谁 大家都不熟 所以说可能自然也就不会管到说 后面的人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推广 就是登山安全的时候 我们都一直讲 安全是谁的责任 是自己的啊 一直都不是别人 即便是之前不是有归服团 对 就算是一个人花了9万多 我怕9万多交给你这个领队 那你领队就要负责我的安全吗 没有 那这样我们的命也太廉价了 好有道理喔 是啊 所以安全一直都是自己的责任 不会是别人的责任 嗯 嗯 我补充一下就是 像这样子可能体能上面有落差 然后 刚刚飞鸟讲就是把地当成毒盘 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设一个 自己的撤退计划 就比如说我几点之前没有走到哪里 那我就应该原论回头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于一个新手来讲很难去做判断 即便是我已经不算全新了 但是如果是要我去走这个行程 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个 比方说快天黑了 我怎么还距离我今天的目的地这么远 我到底该继续往前走 还是我接下来该往后撤退了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判断 没有学过一定的或者相关的教育 或者是什么的话 其实当下是真的很难判断 我这边给一个我个人的意见了 就是如果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 可以就是结伴而行 跟其他不认识的山友一起走 对 像我是很不会看地图 虽然我体力不错 但我非常仰赖我的队友 不要跟自己的队友离开 那如果说跟自己队友离开了 甚至你也可以跟不认识的山友一起走 至少互相有个照应 这样子 如果说还有什么方法 就是多花时间去练体能 然后遇到走错路了 就停下来 找一个不会失温的环境 拨个手机 手机拨不通 那就在原地不要乱走 那里救援 对 因为迷途是目前造成山淡最大的原因 对 所以说其实网路纠团 就像刚刚肥鸟还有卡布讲的 最主要还是 即便你们不是很熟 但是彼此的体能状况 还是应该要事前做确认 会降低那个风险 对 而且你看就是网路说他彼此 如果都不认识 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不见了 搞不好都不知道 你会有印象吗 你不会知道 真的 对吧 你会觉得他应该自己和下山 对 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说 像我自己真的是有这个困扰 因为我真的想要爬山 可是真的没有人啊 真的找不到人啊 第一个可能每个人休假的时间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可能大家的程度也不一样 大家想去过的山也不一样 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 一团好咖的时候 刚好网路上有人在揪 很自然 其实就会想说好吧 那我去参加 那但是老实说你真的跟人家不认识 然后但是又可以平摊去车费 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 我也会去想要去参加 我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 他怎么去挑选队友的 他是主旧 那他可以提供车质 那他又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 就是他是女生 对 那他就说 我们这个队伍内建两个女生 然后要 还欠两咖 分摊这个车质 据他说法 他当天 哇 Paul在hiking 本来就一堆信件 就是让他 雪片般的飞来 对 那他就可以慢慢挑 那 后来他挑到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后来就聊天 为什么你会挑我朋友 他就说 只有你朋友寄的信 看起来最正常 然后我们就很好奇 什么叫最正常 他就说 就有些人还会说 那爬这个路段 有要背睡袋吗 就是看了这个 揪队友的文章 还寄信问他 就是有要借睡袋吗 如果不用背睡袋 我可以跟你去 对像这种队友 你就当然第一次把他刷掉 对 那他会挑我朋友 是因为我朋友 他写的比较有条理 他有说 他登过什么山 然后登几年了 那装备部分 个人装备部分 他都有 不用替他去借 所以你如果要判断 到底这个人 值不值得一起爬 第一个就是像卡布说的 他有没有附上 他跟上盒的时间的差 就是譬如说0.8个上盒 或者是0.9上盒 对 那第二个就是 可能也可以看他爬过哪些山 对 那甚至就是面试 打个电话 我觉得都OK 确认一下他的身材 或者是体能状况 对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主揪 你可以透过这些方法去找到 你希望的队友 那你觉得如果说是行前约法三章 这样可不可以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如果参加了这个团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OK我接受猜对 或者是OK我只是跟你们单纯 平单车支其他的通通都不用管我 类似这样子 这样子可以吗 我觉得有蛮大的风险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就像已经讲好了 所以我们就各种各的 然后风险自负 可是下张呢 你知道后来山长发生意外 你还是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吧 对啊对啊对啊 哦 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的不理你这样 在人性上很难啊 对 所以说即便是事前说好 可能也是很难达成 我想像这一次的三难事件 也许那另外的几位佛下来的同伴们 其实心里都会很难过 会留下一个很深的伤害这样子 嗯 刚刚讲的是筛选队友 嗯 那其实有没有想过 主揪也有可能会有问题 哦当然啊 主揪也会有问题 就是有一个男二段的女生 她是当主揪 她还限定说哦我的队员 对要约绑三章 说我们要团进团出 这样子 哦然后呢 诶我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说什么挺的状况不好的 一定要限制留在三五 不可以继续走 结果呢 就是纠团之前有先讲好 但是她是自己就是走最慢那个 然后也不停选的那个 真的假的 哇算了啦 我还是不要跟陌生人去打算好了 这也太荒谬了 可以讲说就是网路纠团也没有说不信 但是得要做的准备就是你要 自己是图盘的准备 哦我觉得这是今天的重点 如果你要网路纠团 你就要有自己是独盘的准备 嗯嗯 总之网山是一个很需要准备的一个运动 对 没有准备好你什么时候会掉姓名 真的不知道 没错 之前有很多案例就是走在中间的人不见 因为前后距离隔太远的 走在中间的人不见 好 这让我想到一个我们之前上课有个案例 是浮浅 也是游在中间的人消失 对 所以说其实不要以为自己在中间 你就很安全 因为前后有可能距离都拉很长 然后也有可能就因为这样会迷途 或者是就走错方向 我觉得这里的收尾有点沉重 我们聊一点嗨一点点就好了 有什么嗨的东西可以讲 跟安全有关系就是沉重 不会啦 我还是觉得很正像说大家是很想去登山 所以才会在网路上纠团嘛 只是说就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还是要在事前出发之前 就要除了虽然我们知道约法三章也许没用 但是还是要约法三章 而且要尽我们所能的去确认所有队友的状况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啦 那即便咯你今天都已经到了登山口咯 你们发现有些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升任的 或者是怎么样都要有撤退的勇气 真的就是要有立刻当机立断 不让那个人上山 很难很难很难 好啦努力了好不好 ok 那有关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议题就到这边咯 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希望下次能够有机会再请到协会 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些实际上遇到的案例 ok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考验的人 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讲的主题 请留言在越来越开乐的FB本师团 那就下次见咯 Bye